好 接下来我们再演示一个XSS的一个利用方式 利用XSS的漏洞来进行键盘记录的一个操作 好 这个呢就是监控键盘记录 监控键盘记录的这段代码呢 就可以完全用GS来写 然后这段代码呢 其实这个皮革球里面也都帮我们内置好了 就在哪呢 在这呢 有个RK Press 看到吗 点击它 下面有个RK.js 因为它监控键盘记录 它需要写很多的接下来的键盘 所以说你看 有很多行 然后这些行都是干嘛的 你看这些 这些就是收集用户按下哪些键盘 每一个键盘按钮 其实都可以通过接下来映射出来一个数字 都有一个对应的数字 这样的话是获取这些数字 然后知道了这个用户按下哪些按钮 键盘上的按钮 然后把这些按钮拼接起来 然后干什么 发送 发送给这个 谁呢 发送给这 通过阿甲克斯 我们说过 我们前面讲GS都是说过一个阿甲克斯 对吧 阿甲克斯可以发送网络请求 然后把键盘信息干件什么事情呢 然后以post的请求的方式 阿甲克斯.open post的就是发送一个post的请求 给谁发呢 给他发 注意了 这是那个网址 这个网址呢 你要写 你肯定要写黑客的那个网址 对不对 黑客要收集 这个用户的键盘记录嘛 所以说这个地方要写什么呢 黑客那个网址 黑客那个网址呢 就是这个网址嘛 192.168.31.17 对吧 311.17 然后下边有一个皮卡丘 下边有个PKXSS RkPress下面有一个RkServer叫php 就是发给这样一个文件 就是它 对吧 RkServer打开它 你看RkServer干了什么事情 干了什么事情 然后就是取出用户提交过来的数据 看了吗 取出用户提交过来的这个 取出这个键盘记录收集到的数据 发送过来的数据 然后把它插入到哪个表里面去了 差不多叫KPress这样的一张表里面 也是在这个裤 当前这个裤下 ShowTables 你看一下 有一个叫做KPress的 就插入到这个表里面 好吧 然后回头在哪看呢 在这看 结果就在这看 防御水录在键盘记录 在这个位置看 好吧 然后这里面设置设置了个什么东西呢 叫允许被跨域访问 这个跨域是怎么回事 一会我们来讲 咱们先看一下这个过程 这个东西我们一会单独讲 然后先看一下这个过程 也就是说这段接的代码 我们需要嵌入到哪去 嵌入到你发现有这个 XSS漏洞的地方 对吧 我们现在把它把这个删除掉 上面演示的那个实例 然后在这 咱们知道这个地方测试了 说有XSS漏洞 对不对 那我们把这个键盘记录的这段代码 拿过来 放在这来 但是呢 要注意一个问题 它还是通过Scread的标签 SRC属性发送网络请求的方式 去请求黑客自己精心准备的这段GS代码 然后对吧 然后点击是这样的 当你这个数据点击提交 走到了服务端 服务端保存到数据库里面 对吧 页面一刷新呢 服务端又从数据库里面将这个数据 读取出来 然后又返回给客户端来输出 输出到客户端的时候呢 它是以正常的一个 Squid的标签来输出的 那浏览器发现它是一个正常的标签 会把它解析执行 当解析执行的时候 解析到它的SRC属性的时候 就往这 往这个地方发送了一个网络请求 这个网络请求 请求的是一堆GS代码 对吧 就哪一堆呢 就这一堆GS代码 这些GS代码 请求过来之后 加载到你的浏览器上 浏览器会解析执行这些代码 好吧 而这些代码干的事情 就是监控当前这个页面上的 当前这个页面上的 用户的所有的键盘操作 那现在注意了 这个位置要把网址改一改了 对不对 改成什么网址 什么网址 改成是不是黑客这个网站的网址 因为这个文件 是在黑客那个网站上存着呢 对吧 没在正常的这个网站存 就是正常的那个网站 行 这是在黑客那个网址 网站上请求过来的 GS数据 GS代码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提交 点击提交 咱们看一下页面效果 走 提交完了 对不对 那某些用户再过来访问 这个页面的时候 再过来访问这个页面的时候 我们看一下效果 走 弹框 有些人说 那弹框怎么没来 上一刻不是通过弹框 钓鱼的用码吗 我已经把那个弹框的那个那个呃 我们那个配漏的我已经删除掉了啊 所以说没有好吧 但是他访问这啊 当然在这输入任何内容 现在是监控他的键盘记录了 对不对 输入一个比如说吴老板 那输入完了吧 对吧 然后看一下这个钓鱼结果啊 在这边 刷新 诶 查询数据 诶 有没有看着结果 是不是 我们来看一下啊 看一下代码 你在这 首先发送 我看一下发送数据啊 发送数据 这个地方写的这个网址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往这个网址下去发 皮卡丘下面的他 他他他这个文件 往这个文件发 这个文件呢 插入数据 往这个表里面插入数据 插入数据 然后 引用的是哪 这个哪个库呢 是这个 PKXSS 没有问题 这些 这个也没问题 把这个钓鱼的这个是关掉啊 去看这两个代码 这两个代码 我看看 往这发 把收集到的键盘记录往这发 on keypress on keypress 我先把它删掉再重新来一下啊 把这个 sorry 把这个删掉了 删掉了刷新一下啊 然后这个页面再刷新一下 它就没有这条记录了 对不对 我们再去重新数一下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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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yload啊 来看一下这个Payload 然后改网址 别忘了改网址 31.172 31.172 没错哈 这个也没有凑 没有什么问题 皮卡丘下边的它 它下边的RK press下边的RKX 没问题啊 点击提交 提交 然后来到这个网址下 访问一下 然后在这输入1 输入KKK吧 输入完KKK之后 在这看键盘记录结果 哎 有了 是不是啊 有了 然后在这输入什么呢 比如说OOO 再输入OOO 刚才我虽然说没有在这个窗口输入KKK 但是是在这个页面范围之内 我在这键盘上就按下KKK 就已经被监控了 你在这输入OOO 也照样是被监控了 看到刷新 是不是也有啊 对吧 虽然记录的效果不是很好啊 他每个字母记录一条 每个字母记录一条 是不是啊 记录的效果不是很好啊 但是也是能起到一些什么啊 记录一些敏感信息的一个操作 那类似吗 哎 行 那这个事例啊 就是一个 获取键盘记录的这么一个事例啊 然后大家重点 大家还要记住一个点 就是这个地方 你按下的键盘记录 不是发送到这个 发送给这个文件了吗 对不对 然后这个文件做了一个什么 保存记录的这么一个功能吗 对不对 这个地方呢 设置了一个跨域啊 这个跨域 大家先重点 就是记住有这么一个名词叫跨域啊 你先不用管它是干嘛的 一会我们单独讲它 好吧 哎 涉及到了一个跨域的问题啊 嗯 行 我关于键盘记录这一块啊 就说这么多啊 一段接的电码完成键盘记录啊 行 我停下视频 细子